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澳門這邊又再多三宗確診個案出現, 政府就說是管控那邊所發現的, 我們就一齊看看這三宗個案是怎樣的。 開始之前記得訂了我的頻道先啦, 根據政府公佈,澳門在1號新增三例管控那邊所發現的, 確診個案及無症狀感染個案。 這三個陽性個案分別已經在11月28日及30日接受一個管控。 第一名的陽性個案是64歲的澳門本地居民, 是退休人士來的, 曾經去過堂記美食鏡湖馬路店進食早餐, 和11月18日公佈的的士司機是有一個共同的軌跡在裏, 列了作非核心密切接觸者這個個案在28日就已經接受管控。 他在28日、29日、30日核酸檢測都是陰性的, 去到30日離開醫學觀察酒店, 坐的士回回家, 其後一直都在家沒出過來了, 而他住的封堂中邪行20日天移國, 在同日因為出現確診個案列了作紅馬區, 之後一直留在住所, 去到1日核酸檢測屬於一個管控被所發現的個案, 在11月29日出現咳嗽、無力, 列了作輸入軍聯確診個案。 第二名的陽性個案, 就是64歲的澳門居民, 任職的士司機克迪亞, 車牌是M3611, 跟他一齊住的太太, 就在30日那天公佈確診的, 是62歲的唐記美食兼職員工。 這個個案已經是30日早上列了作密切接觸者管控。 在30日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的, 去到1日結果是陽性屬於管控之中所發現的個案, 就沒有出現不息, 列了作輸入關聯無症狀感染個案。 第三名人士, 就是80歲的澳門本地男性, 是退休人士, 在鴻馬區的弘順大廈居民。 這個大廈在30日下午列了作鴻馬區管控。 在30日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的, 屬於管控之中所發現的個案, 就沒有出現不息等等的症狀, 就列了作關聯無症狀感染個案。 應變協調中心就說了, 這三個人已經安排了指定地點, 進行隔離治療。 今集的疫情資訊就為大家先看到這裏吧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,下集再見吧,拜拜!